接下來302 那302這一題我們先把它A等於100 先輸入 那這一題的話基本上是方塊去切圓球 那所以有個口訣就是 方塊對角切圓球 所以球面 那所以我們第一個我們先把方塊建出來 我用flang當作繪圖面 然後right向右邊這樣子 那先建一個方塊 我用這一個 中心矩形來建 那 先建到相等 那我這個兩個對角先是垂直 所以這個寬度是A 那 對稱 所以這個也是對稱長 厚度也是A 好 這樣子 所以第一個步驟是方塊 那再來對角線 對角線的話 我就做這一個跟這一個的對角 那這是Datum 1 那再做另外一個 旁邊先點一下 再做另外一個 這個是Datum 2 好這樣子 好那再來對角 再來切圓球 我用旋轉 第一個我用Datum 1當會圖面 好那我把這個選作參照 上下 好那 中心線的話 在這一邊 好那 圓的話 從這個底下 右下角 從這個角落切到這個角落 打勾 然後外面切掉 先選切掉 外面切掉 好這樣子 好那 第二個的話 第二個的話 我就用另外一個基準面 另外一個基準面再做一次 用Datum 2 好那 稍微看一下 Datum 2 TOP向上 這樣子 好那跟剛剛一樣的步驟 好那這時候 我把他的 這個 光線先弄出來 好那 這一個的話要跟他合起來是一片葉子 所以我先 畫中心線 好那所以 尖端要相對 這樣子 所以剛剛如果 對角線在 左下 這個就在 左上 好那一樣是切掉 切除 切除 這樣子 會變成一片葉子 好 到這邊 OK之後 先顯示出來 好那接下來的話就是 要做 淨色的動作 後面就不用再做了 這兩個分別 做淨色 這一個的話就是 就是 第一個就對 我回到 這個方向 好那第一個就是對 Datum 第一個就對 Datum 2 做淨色 淨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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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一個 好那 再來 第二個的話 一樣回到 Datum 2 的方向 第二個的話 就對 鏡像 對第一個做鏡像 好這樣子就 就完成了 好那這樣子就完成了 那 這個的話直接做薄殼是不行的 好那 主要是 有困難啦 那我們就先把它做成比較簡單的樣子 就是說 我用Datum 1跟Datum 2把它切成 四分之一 8分之一 好那 所以我就選Datum 1 先選Datum 1 做實體化 先把它切一半 好 同樣的再選Datum 2 再實體化 好再切一半 好這樣子之後 我先做 先做薄殼 好這樣子 好那厚度給3 好這樣子 八分之一之後 再來 我就 選這一個 零件 選這整個零件 整個做鏡像 好那再鏡像回來就可以了 先把 兩個誰先誰後都可以 做一次金色 好那再做一次金色 整個 再做一次金色 剛剛是Datum 2的話 這一次就 剛剛是Datum 1就Datum 2 這樣 就這樣 好那 這個稍微看一下應該可以 好那剩下的就是我們的東西啦 好那再來量體機 分析 量測 Datum 2 這個 529001 529001 這個302 529001 這一個 OK 好那 剩下的話就 100改成 100改成75.5 這就不做了 抑束 保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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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